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就來到黑村溫泉 是不是以為我要在這裡住一晚呢? 其實不是的,我們只是來浸溫泉 首先我們把車停在遊客中心封支社 之後就可以進去購買他們的入湯手營 其實就等於一個溫泉的通行證 只要用1500日圓就可以在黑村溫泉30間旅館裡選擇3間 在遊客中心裡除了可以買入湯手營之外 這裡還有一些特色的紀念品 另外如果你忘記帶毛巾也可以在這裡買到 在櫃桌買入湯手營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溫泉的開放時間表 另外還有一個catalog是介紹這裡所有的溫泉 這裡有些是男女混浴 所以就要看清楚才好去 我們第一站就來到山水木 因為這裡最早關門了 兩點半就截止了 之後的時間就會專注在他們的住客裡 而這間山水木其實是位於山上 開車需要6分鐘 如果是走路需要28分鐘 非常之遠 不過正正因為它在山裡 所以浸溫泉的時候就好像被森林包圍著 而且旁邊還有一條小河 感覺上都非常清幽 走進這道門就是溫泉的位置 讓大家看看網上的圖片 男女浴場各有一個露天風雷 而且景色非常漂亮 一路浸溫泉 還可以一路聽著流水聲 非常之放鬆 接著就來到深山山莊的村中之湯 這個溫泉比較小 不過風景也是一樣漂亮的 而且浸溫泉的時候都聞到木的香味 本身我們覺得浸了兩個溫泉都夠了 打算最後一個空間就拿來吃東西或者喝東西 誰知道這裡真的很少店開門 所以我們最後也是浸多了一個溫泉 最後的選擇就是來到新鳴館 它是位於溫泉街的中央位置 已經有250年的歷史 我們完成了我們三個了 謝謝 在新鳴館這裡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它的冬月溫泉 這裡也是日本秘湯協會其中一個溫泉之一 這裡就是溫泉的入口 而這個溫泉也是我見過最小的溫泉 沒有空間洗澡 只有一張椅子可以讓你放下衣服 不過我覺得這個體驗挺有趣的 一場來到都可以試一試 很快就浸了三個溫泉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個呢 如果大家都對黑川溫泉的入湯手型有興趣 所有的資訊我已經放在下面資訊欄 如果你覺得自己浸不完三個溫泉 都可以分開付錢 只不過會貴一點點 也可以來試一試這個100日圓的竹湯 走了十分鐘 終於看到一間店有開門 就是這間鬆弛紅專門店 這裡還有一些黑川溫泉限定產品 離開黑川溫泉 我們要開一小時 去到別府 今次選擇走高速 不過其實走山路也是多幾分鐘 而高速路段的收費就是1140日圓 來到我們在別府住的酒店 我們訂的是一泊二食的海景日式客房 三個人住兩晚的價錢是3600港元 即是平均一個人只是600元 而且我們看出去這個海景真的非常開揚 強烈建議大家 如果來這間酒店也要預訂海景房 打開旁邊的窗也是海景來的 真的非常驚喜 這邊也是海啊媽媽 鋪好床打開窗後 整間房間就是這樣 空間感也算OK 洗澡房 洗澡的空間比較小 不過我通常都會去大浴場洗澡 所以沒什麼問題 另外走廊還有另一個洗手盆 由於我們好像沒有正式吃到午餐 所以都非常肚餓 職員都非常好 安排了最近的時空間給我們 所以放下了行李之後 我們就馬上衝下來吃飯了 它包的晚餐是一個淮石料理 一坐下就上了這個刺身拼盤 非常豐富 而且食材也很新鮮 下一個食材就是海鮮茶碗蒸 同時也幫我們這個和牛燒肉點火了 然後就有這一碟熱辣辣的天婦羅 吃到現在都覺得它的餐點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還可以聽著鋼琴演奏的吃飯 吃完這一塊充滿油脂的和牛之後 就來到鍋物了 裡面除了有蝦、魚之外 還有大量的蔬菜 最後還會做成炊飯 超好吃的 不過吃到這裡真的已經飽到想心口了 最後就用湯和甜品作為結尾 總括來說 食物都是非常豐富 而且超好吃的 吃飽之後 我們就沿著海邊散步 走了三四分鐘 竟然看到星野集團的界別府 原來就在旁邊 跟我們房間一樣都是看著同一個海景的 另外酒店走五分鐘就已經是當期了 所以我們就去了逛一逛街 之後就早點回酒店休息一下 在酒店的大堂可以拿浴衣和牙刷牙膏 由於那天浸了太多溫泉了 所以只去了公共浴場 第二天才去到他們的露天風呂 這個露天風呂是位於天台 所以可以看到很美的海景 泡完溫泉之後就來吃早餐了 這裡不是自助形式 而是一個套餐 我自己就覺得食物不算很適合 而且份量也不算多 有燒魚、豆腐、還有些前菜植物 我現在就順便說第二晚的晚餐和早餐了 本身也有點擔心連續住兩晚餐會不會差不多 誰知是完全不同的 連吃飯的位置都轉了上一樓 首先我們就有前菜 另外還有一個新的刺身拼盤 連魚生的種類也有變化 今天的湯就不是普通的麵士湯 而是這個酥皮龍湯 下一碟就是這個天婦羅 原來這個是大婚的香土料理 雞肉天婦羅 之後還有一大碟牛肉等著我們 所以今天的鍋物就是豐厚牛的壽喜燒 質素都非常之高 差不多吃到最後 就有這個地雞虎飯 由一坐下就開始煮了 同樣地都是大婚由布園必吃的美食 最後就用這個超甜的麥瓜作為結尾 來到第二早的早餐 同樣都是以套餐的形式進行 不過和第一天的款式完全不同 最搞笑就是這個在桌面即煎的煙肉和煎蛋 最後是全部黏底吃不到的 總括來說 它的晚餐比早餐一百倍好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對這間酒店一泊二食有沒有興趣呢 我自己就最滿意這裡的晚餐了 份量和質素都是令人驚喜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讚、留言和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下一集會帶大家去別府的景點 吃一間當地人大推的壽司 另外還會去油布園 如果有興趣就記得開個小鐘 留意我的新片 拜拜